你確定你是陳志鈞嗎? 對啊 教一下觀眾朋友 到底怎麼樣辨別你們兄弟 就眼鏡顏色 眼鏡的顏色你是? 藍色 他咧? 黃色 那相信接下來有機會訪問到你哥哥 是不是談一下今天呢 第一個就是在三局下半的一個跑壘 當時我們從慢動作來看 其實好像教練已經有阻止你再往前跑 但是你好像自己看了一下 做了一個判斷就奔回到本壘 當時的情形是不是跟觀眾說明一下 來談一下當時的情形 就是我看那個游擊手他的臂力不好 然後球打得又慢 所以我就拚他 拚他本壘看了那一隻 跟他拚了 是是是 那後來教練有沒有跟你講什麼 就說他有沒有問你說 你有看到我在足指 還是說就 對你這樣的一個自己的判斷 是給你誇獎的 我就那個判斷是誇獎 是誇獎 那今天呢另外在第四局 有一個精彩的手臂 當時三個野手都衝去在這個左外野的邊線 然後你把那個界外球接殺 然後再起身傳向二壘 是不是談一談當時的一個情形呢 那時候就 一開始打進去 我不知道自己有機會 然後我就衝看看衝過去 然後用華蕾式接球 我就接到了 那接到之後 怎麼還想到說 要趕快再往二壘傳 有隊友提醒 還是你自己做了一個趕快 做一個起身的一個傳球 我自己傳的 因為看韓國隊那個 那個力量很大 我就直接丟了 謝謝 那這次的比賽 到目前為止 從之前的集訓 乃至於到今天的這個八強準決賽 你覺得在你的整個棒球生涯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在整個球技啊 各方面 有很多的一些收穫 是不是也跟觀眾朋友來分享一下 有啊 就是第一次進中華隊 就有不少那個美肌和打擊活力 真的非常的那個 非常的棒 那外國球隊 讓你有沒有什麼地方 覺得值得學習的呢 他們的那個攻擊西途心 攻擊西途心 好 那今天其實你的跑壘也不遑多 楊老師有沒有什麼要跟志君來談 對你有那麼好的自信心 是怎麼樣建立起來的 真的是讓你很羨慕很感動 自然而然的就對了 是不是 好那最後一點點時間 是不是電機前 也有為你加油的同學 或者是親人 你有什麼特別要跟他們 稍微來談一下的呢 謝謝你們